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老五和大家朋友们我是老五今天这一期啊跟大家聊一聊啊这个日本准备要限制对中国的这个半导体技术的出口也就是光刻机技术的出口 其实这个新闻大家一定得知道啊他是跟最近布林肯说不来中国推迟访华这个新闻有相关 为什么我这样说呢那日本又会获得什么样的结果呢是不是跟新闻表面看起来日媒合作要赢马中国啊要出问题了呢 大家听我慢慢来聊啊 首先跟大家聊一下为什么说啊日本要对中国限制什么这个光刻机技术的出口跟美国相关 为什么啊跟又跟那个布林肯啊推迟访华相关之前跟大家说过吗 美国人的这种态度很简单那就是我又赢了我美国又占据了游历的位置 我不去你中国我不会再像之前那样什么去廊房去天津受你的羞辱了 我美国啊又又硬了起来对不对我美国又可以了为什么跟这个相关呢 之前跟大家说过啊美国人在这个菲律宾在韩国包含在日本现在啊都看起来获得了有利的位置啊 尤其是菲律宾菲律宾的问题直接影响南海也影响台湾问题 韩国呢那就是啊死了一条心啊铁了一条心一定要亲美对不对 美国无论是在什么芯片的四方联盟啊什么啊这个这个通胀学检法案影响韩国呀 等等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然后他都遏制了韩国的想法韩国看起来表现的特别的乖 韩国的外长朴正正在美国对不对 跟布林肯见面之后哪个态度 韩国人是韩国人是什么都没获得 结果呢美国人什么都拿到了 韩国人乖乖的听话了 芯片上啊对中国的意志等等等等这种问题 美国人忽然之间又觉得自己可以了 而且日本人也跟上了嘛对不对 日本人啊也要跟进 然后的话半导体的技术不能出口到中国 虽然说没点名中国 只不过是说防止尖端半导体技术被转为军用 谁能买光刻机这个世界对不对 美国买那就不是啊军用的技术 中国买那就是军用的技术吗 对不对 欧洲人买用不用军用呢 只有中国人是用于军用的 其实你不提中国 中国也明白是怎么回事情 但是哎大家就要看到里边了 美国会赢吗 美国是靠着韩国菲律宾和日本 获得的底气对不对 韩国爱美国 菲律宾忽然之间跳法 美国人重新又觉得自己可以了 那不是因为美国又重新自己这个国家啊 经济的问题解决了 通货膨胀的问题解决了 美国的加息又赢麻了 都不是这个样子 而是因为其他的国家做出了一些有意思的操作 美国人觉得又可以了 其实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说那样 咱们就要正视问题解决问题嘛 菲律宾与韩国聊过了 如何解决菲律宾 如何解决韩国 跟大家聊过了 那日本这边又来了一个新问题 首先咱们就得证实 日本人是为什么这样去做 日本人真的是啊 这个特别亲密的站在美国人身边吗 其实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日本的这个官媒党媒喉舌共同社 然后他报道这个新闻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一点啊 他引用了一张图片 大家都知道日本人是一个特别暧昧的一个民族啊 然后他在表达自己态度的时候 他其实都是非常非常绕圈 共同社这个新闻 新闻内容 新闻正文里面你看不到什么特别的东西 但是他引用了一张照片 我真是觉得啊 特别的好玩 他引用的呢 他是啊这个暗天文雄与美国的老拜登见面的一张照片 围炉的谈话 两个人坐在沙发上 后边就是一个火炉 对不对 围炉的谈话 然后呢啊 这个双方啊伸手握在一起 为什么跟大家说这张照片有意思呢 这张照片所选取的角度啊 是两个人啊正在握手 可是握手呢 正好背后是那个火啊 那个火炉 那个火握手象征的团结 可是呢 你从这张照片上看起来像是什么呢 像是啊两人握着的手 被那个火焰所围绕啊 证明什么呢 中日美之间 他也不是一条心的 之前跟大家讲过 日美之间问题大了去了 日本人想要脱离开美国的管控 美国人就是不愿意让日本人脱离开 对不对 只好维持一个表面的一个平衡 表面盟友 对不对 然后表面哥们啊 然后就这种感觉 所以说从这种这张照片 大家也可以看得出来 为什么跟大家说 看起来日本人五五又喳喳 对不对啊 限制什么这个高端的这个 这个尖端的半导体技术啊 然后呢 被转为军用 是冲着中国而来 其实咱们从这个新闻就可以看到 之前的所谓的美日和芯片同盟的一些问题 关于美日和的芯片同盟 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点 之前跟大家也提到过 那就是啊 这三方啊 都不透露啊 我们达成什么样的协议啊 都说啊 尤其是美国人说 我们达成了一个重要的协议啊 对中国如何如何了 然后这个这个是我们啊 团结紧密的团结在一起 这是代表着我们是一个胜利的盟友 对不对 然后团结的盟友 但是就是死活 不公开这个啊 协议的内容到底是什么 其实对于咱们中国人来说无所谓 你哪怕说所有的光刻机都不卖给我们了 我们也是铁下一条心 自己研发自己的这个芯片的技术的产业链 对不对 这个东西没有任何的改变 可是啊 对于中国没有多大影响的一个事情 你为什么不公开呢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之前跟大家介绍过 为什么不公开 日本荷兰是什么 是竞争关系吗 是同行 同行都想死同行 同行全死完 我就剩我一个 我就赢麻了 市场全是我的吗 美国为什么不公开 再跟大家问一个问题 其实很简单 日和之间有矛盾 尤其是在光刻机这个问题上面 大家都担心什么呢 都担心我如果跟啊 我如果付出的东西更多 那就有利于对方了 都在啊 小心翼翼的提防着啊 这个对方 荷兰提防着日本 日本提防着荷兰 就是这种状态 所以说只好什么呢 我们达成这些协议啊 我们不公开 对不对 我们不公开 我们不公开 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啊 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那就是啊 那就分而化之嘛 对不对 就像之前跟大家介绍的一样 咱们的青钢 与荷兰的这个副首相啊 外相通话 谴责了一顿日本 哪怕说你们达成了协议 只能往中国卖 7纳米以上的DUV的光刻机 也就是比较落后支撑的光刻机 也没有任何的关系 我只从荷兰卖 你日本急不急 对不对 总而言之 我有一百种方法 玩你 日本这个时候做出了这种态度 是不是有利于美国 是有利于美国 美国啊 获得了一个十足的一个底气 对不对 啊 我不布林腾 我不去中国了 对 你中国这个时候得求我了 我才不要去你中国受辱呢 对不对 然后的话啊 但是的话 大家得知道啊 这就代表什么呢 其实美日和三方各有小九九 他们的目的是不一样的 荷兰是最不愿意 然后的话 跟中国的贸易啊 这个断掉与中国的贸易 尤其是在光刻机这块 为什么 中和之间没有任何的矛盾 对不对 就是生意上的往来 中国跟荷兰离那么老远 又没有什么多大的一个矛盾 干嘛要啊 让我荷兰人少少赚钱呢 美国呢 想要抑制中国的发展 日本呢 日本也不想赔钱 但是呢 他忌惮中国 他又想脱离开美国的管控 日本人又忌惮忌惮惮中国 在二战历史上面跟日本较真 为什么呢 之前跟大家介绍过 日本人除了自己那四个岛 对不对 四个本岛 然后其他那些岛包含冲绳 包含刘穷 然后的话 日本人都是啊 得位不正的一种状态 你没有一个非常十足的理由 你站着这些地方了 去看一看二战的开罗宣言 波斯坦公告 大家就明白了 这就是日本又忌惮中国 又想脱离开美国管控的一个想法 所以说美日和三方想法不一样 就都不到一起来 三方是各有各的想法 所以说只好啊 不公开不公开 咱们达成一个面上的一个啊 平衡 日本人这个时候开始喊了啊 我会限制什么 高端的啊 尖端的半套底技术转为金用 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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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问题 然后的话 想要影响荷兰 但是荷兰人会跟着日本人走 日本人这个新闻 其实态度大于什么呢 大于内容 为什么 因为你达成了协议 你执行协议就行了 可是日本人透露出来了另外一个问题 那就是什么呢 那就是我接下来还要跟啊 我日本国内的这些企业沟通 迷航啊 对不对 加能啊 跟这些企业沟通 沟通完了之后呢 我再立法 对不对 然后的话 最快啊 今年的春天能够执行 日本人都把实话说出来了 你达成什么协议了 你达成了协议 你干嘛还要沟通呢 沟通沟通完了之后 为什么还要立法呢 你直接用行政命令的方式 然后的话啊 来推行这个事情不就可以了吗 为什么绕那么大圈呢 嘿嘿嘿 大家就看清楚 这里面有意思的一个 一个一个情况了吧 美国人忽然之间有觉得自己可以了 日本人好像站在美国人身边 日本人愿意吗 对不对 其实啊 关于刚才跟大家说啊 菲律宾 韩国咱们都有办法对待 日本咱们同样也有办法 什么办法 其实很简单 你日本想要什么吗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直接的一个答案 日本人想要想要的啊 最最理想的日本那个国家的方向是什么 其实大家大家看一看日本国内 不管是啊 自民党内部各个派伐 各个派系互相的争斗啊 包含啊 自民党之外 日本的其他那些小政党 对不对 也有各种各样的争斗 但是他们之间都有一个 哎 共同的一个要求 这个要求是想要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 这个东西是日本的最大的公约数啊 我们想要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 他有一个理由 是什么呢 我们是一个和平的国家 而且我们是一个唯一的原子弹的受害者 核武器的受害者 我们最可怜 对不对 我们又善良 又和平 又可怜 然后的话 我们想要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 保护自己吗 对不对 这就是日本人最大的那个愿望 这个愿望如何实现呢 首先是美国 对不对 首先是你美国要脱离开啊 日本的管控 然后的话 要啊 要放开这个日本 对日本放手吧 对不对 这是美国 第二是钱 你没钱 你你当什么正常的国家呀 对不对 你得有自己的国防啊 你得有能力去赚钱 然后建设自己的国防 不然的话 你现在日本就会面临两种状况 两个啊 两份钱都得花 一个是美国的保护费 另外一个就是 你想要打造自己的国防力量 你得花钱 投钱进去 你得多花一份钱 对不对 加税的大魔王 岸田温雄啊 这就是问题的根源 想要成为正常国家可以 没有经济他不行 所以说呢 咱们如何针对日本呢 对不对 咱们如何啊 针对日本做一些操作呢 日本想要有长远的发展 想要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 又有钱 然后的话 又能发展自己啊 军事的力量 他必须得有经济 想要经济吗 想要经济吗 而且他也本身也是靠选举吗 你想要这些日本的政客们 想要获得选票 他那个经济也不能完蛋掉啊 想要经济 依赖美国 够用吗 对不对 你日本的首要的贸易伙伴是谁呢 还是中国呀 而且日本最近啊 日本政府公布了一件事情啊 那就是什么呢 这个他预测2023年啊 我们日本的经济啊 GDP的增长率是1.5% 你起码还是正数啊 1.5% 还是啊正向的发展 你想要维持自己经济的正数 正数的发展的话 你跟中国的关系完全毁掉了 你日本的经济还想正数的发展吗 所以说从日本政府预测自己的经济增长率 这个事情上面来看 都可以判断日本不可能做出完完全全伤害中国的事情 他就会忌惮中国 他不仅在历史问题上忌惮中国 在经济问题上 同样也得忌惮中国 这就是日本的问题的根源 美国 美国啊 可能会觉得自己吗 已经麻了 但是美国在各个点 他都没有完全的掌控住 对不对 在菲律宾是完全掌控住吗 然后在这个啊 韩国是完全掌控住吗 在日本是完全掌控住吗 咱们整体回头看美国的战略 在日本是完全整整体掌控住吗 如果你美国还是20年前的美国 对不对 然后的话 只要吃点你美国的残羹的剩饭 这个国家就吃不尽 喝不尽 吃喝不尽 是这种情况的 这是是这种情况的话 谁能离得开美国呀 哎脱离开美国的管控 我巴不得抱着美国的大腿 我经济能往上走呢 可是美国你现在自己的经济问题没解决呀 对不对 两个未来的行业 芯片行业啊 新能源行业 你美国占完全占了哪一个啊 新能源行业 你美国离得很远 对不对 芯片行业啊 对不对 你跟日本韩国啊 将要如何处理啊 这个天然的矛盾呢 你美国要发展自己的芯片行业 就会对日本的芯片行业 和韩国的芯片行业产生影响 跟着你美国走 不仅不能像20年前 对不对 只要沾上你美国 吃你美国的剩饭 就能做大做强 再装辉煌 而且正好相反 现在的状况是什么呢 那就是跟着你美国走 自己的行业要受影响 你美国如何永永远远 长长久久的把日本 韩国 菲律宾这些国家 永远的拉在自己身边呢 所以说呢 影响日本的是什么 还是经济的问题啊 对不对 不仅是如此 日本还有一个天然的弱势 那就是你想要脱离开 美国的管控 我会每天每日 每时每刻提醒你日本人 你靠着美国人不行 咱们是如何提醒日本人的 钓鱼岛啊 对不对 钓鱼岛啊 日本自己最近国内啊 做了一个民调啊 那就是对于中国的印象 又跌了 对不对 又跌了啊 对于中国的换印象是将近啊 80%多的日本人啊 都不喜欢中国 这就对了 为什么跟大家说 日本人不喜欢中国 这就对了呢 因为只有你不喜欢中国 害怕中国 你就得找出路 对不对 要不然就是啊 美国爸爸能保护我 要不然就是你日本 把自己发展起来了 这是两条出路 可是美国爸爸能保护你吗 如果能保护你 钓鱼岛 美国人怎么不去呢 对不对 中国的055的大区 围着日本的各个海峡 来回的穿插的时候 你美国的军舰去哪了呢 你日本上面可是有美国的军事基地啊 那里面有美国的大号的 这大军舰呢 他们都在哪呢 怎么不把中国的军舰给逼走呢 怎么放任中国来回的穿插呢 对不对 美国可靠吗 那美国如何可靠呢 对不对 美国想要赢中国 其实归根结底的这个 这个手段 不是说日本 韩国 菲律宾 导向美国 而是美国把自己发展起来 且不说经济问题 就说军事 对不对 你的阿里伯克级行不行 你就看一看中国 最近 把一个船屋 五艘军舰同时造 一个船屋 八艘军舰同时造 054B新型号 他又来了 052DL又造一大堆 你美国怎么办 对不对 你美国有什么船 能够跟中国这些啊 对不对 054B 054A 052D 052DL 055 能够比一比 靠你的阿里伯克级吗 对不对 靠你的滨海战斗舰 靠你的这个 朱姆尔特 够用吗 为什么不造了呢 你的朱姆尔特 为什么不造了呢 你的滨海战斗舰 那么的好用 不是成年啊 靠着自己的媒体吹 我美国的啊 这个朱姆尔特 那世界第一名的驱逐舰 打第二名的 才是中国的055 你吹 你吹 可见吹 为什么不造呢 对不对呀 你造了之后 把中国的军舰全打走 对不对 全击走 那你就硬了呀 怎么不弄呢 归根结底 美国出了大问题啊 他的军事实力上不来 不仅仅是船的问题 包含船上所用的 这些导弹都是如此啊 这就是美国最大的问题 大家明白吗 这就是美国最大的 自己的实力正在往下去掉 所以说呢 你如何凭着自己往下去掉的 这个实力拉住别人呢 跟着你走 没饭吃 等饿肚子的时候 你玩意识形态玩呗 比如说像韩国 玩意识形态 玩民族主义 你等韩国的经济 真的是啊 受到了一个极大的影响的时候 饿肚子的时候 你看一看意识形态管用吗 对不对啊 勒紧裤腰带 你就还要玩意识形态 你开我的玩笑 还是开韩国人的玩笑啊 只要是人 他都明白这一点 然后的话 日本 现在啊 咱们对日本怎么做的 时时刻刻敲打他 对不对 然后的话 要不然你靠美国 美国来不了吗 刚才跟大家说了 美国军事实力 经济实力 现在都在往下去掉 啊 那不靠美国 那怎么办呢 啊 我们要发展自己 发展自己 跟中国拼了 对不对 保护自己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日本没有办法正视我二战的历史啊 我要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 对不对 如果说啊 我要为了我啊 亲华战争啊 我要道歉 我要怎么怎么样啊 这个未安复 731等等等等 这些问题 我都要道歉的话 那中国对我予取予求啊 对不对 那我还 那打造了几十年的 我是一个和平的国家 对不对 我是受害者 日本人是受害者的形象 瞬间垮他 对不对 明明是一个施暴者 把他把自己弄的那么可怜 然后的话 那日本人就没办法正视这些 而更不要说 除了日本的那四个本岛 那其他岛全都是啊 那个 没有任何法理支持 你站着 对不对 更不要说那些地方了 然后我不正视这个历史 我就没办法正视二战的历史 那你就发展自己 对不对 发展自己加税 你没钱 你发展什么军事实力啊 你想要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呀 对不对 中国会每一天 每一时 每一分 每一刻 每一秒提醒你 对不对 然后的话 那你怎么办 提醒你 我厉害 我欺负你 我你日本人一座民调 那都是对中国百分之八十多 没有好感 可以 没问题 你恨我 我吓死你 我天天的去钓鱼岛 对不对 我来回的穿插你的这个海峡 提醒你 提醒你 找出路去吧 要不然低头 要不然就是美国爸爸赶紧来 要不然你把自己做大做强 对不对 你没办法向中国低头的话 你就剩那两条路 哪条路他能行得通啊 对不对 你想要发展自己 是吧 想要打造自己的军队 你经济不好行吗 经济 你不 你离得开中国啊 这就是日本的问题 这就是我刚才跟大家说的 美国 你想要跟中国博弈 美国忽然之间又觉得自己可以了啊 布林肯我不来了 我延期了 对不对 看起来五五又渣渣 好像自己又获得了什么啊 菲律宾韩国日本的支持 每一个点都是一大堆的问题 对于美国来说 美国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美国是没有解决自身能力的问题 永远的转移矛盾 对不对 往外去转移 你美国堂堂的美利坚呢 现在竟然因为几个啊 芝麻绿豆大的国家 然后的话 他的转向获得好像自己啊 又得了什么啊 这个便宜 那你美国就这么认为就行了 对不对 你像菲律宾有东盟先收拾 东盟自己最近在开会 人家印尼的外长都开始说了 赶紧把南海新闻准则给谈判谈下来 对不对 什么意思啊 菲律宾别再挑事了 乖一点 对不对 别再挑事了 再挑事 我们啊 东盟这其他国家也护不住你啊 哪怕是咱们是一个盟友啊 中国真的是要折腾 谁能拦得住啊 东盟这几个国家 谁能拦得住啊 对不对啊 那不是给中国理由啊 咱们就疯狂的剑脑就行了吗 对不对 就围着你菲律宾剑 我看看你菲律宾能怎么着 对不对啊 你菲律宾 蠢就蠢在这 为什么之前做菲律宾的这个新闻 有点 有点火 为什么的 这损人不利己啊 这种事 你坑死你自己吧 先先东盟收拾 对不对 反正是啊 你菲律宾是不是认为跟中国签了一大堆的协议啊 对不对 要什么新能源 也要支持你啊 没这一说了 中国支持东盟里面其他的国家 那些国家会不会向你菲律宾施加压力啊 一样的道理 你自己不要这个钱 排着队有人要 对不对 排着队有人想要这些东西 那些国家 东盟的其他那些国家 将如何对你菲律宾施压 你自己琢磨 对不对啊 你菲律宾啊 那个那个啊 脖子特别的硬 就是不低头 可以啊 那就建岛 中国等到那个时候建岛的时候 东盟这些国家想协调 协调不下来的时候 人家死了这条心的时候 中国建岛的时候 其他的国家也不会吭声 这就是根源 这就是根源 你菲律宾 躲在美国那边 有用吗 美国去南海 跟跟跟 跟解放军来那么一下啊 为什么你米斯来了一天 第二天就跑了 对不对 这是菲律宾 韩国同样也是如此啊 对不对 就往就往狠了 去踹韩国 就可以了 踹的韩国 只好找这个美国爸爸赶紧来 你找来了又能如何 就因为你没有了 韩国你这种国家 没有了左右护导的能力 完全的得罪了中国 美国人也不会给你利益 为什么呢 你不值钱了呀 对不对 对于美国来说 威胁最大的就是 像韩国这种国家 导向中国嘛 那就影响了美国的利益了嘛 那韩国现在一条心 影血一条心导向美国 中国啊 一条心的得罪了中国 那你美国还给你什么利益啊 你不值钱了 韩国 而且对于韩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韩国国内一大堆的民生的问题啊 之前跟大家说过 李在明今天 都在新鲜出炉的一个讲话 我觉得真的是特别的好 从标题就知道 就是说啊 影血你可以践踏我李在明 你不能践踏韩国人民的民生啊 什么意思啊 取暖费涨一倍呀 对不对 油费也在涨啊 电费涨四分之一啊 各种各样的物价都在网上涨啊 韩国人受得了吗 这些问题 你韩国想依赖美国 美国会 会帮你解决这些问题 韩国啊 像影血啊 像朴镇啊 韩国的外长去美国 去谈那个通胀学解法案 谈出什么结果了 会给你韩国的汽车行业 一个豁免吗 然后布林肯与这个朴镇啊 公开了双方的谈话 双方啊 谈得特别的好 但是啊 这个通胀学解法案 我们还得再谈 没结果呀 你贴向了美国 美国给你什么利益啊 对不对 到最后 韩国的这个这个啊 算是啊 财阀 利益受影响 为什么呢 对中国的出口受影响啊 美国也不给他利益啊 通胀学解法案 直接影响的就是韩国的 现在汽车啊 对不对 然后的话财阀受影响 那底层人民生受影响啊 这个啊 取暖费用涨一倍 电费涨四分之一 对不对 燃气费涨 然后运输费涨 底层老百姓也受影响 韩国这个国家 你就等着看就行了 你说美国 你指着这几个国家 跟中国拼 觉得自己又行了 又硬了 就可以了吗 大家得知道 这个中美博弈 归根结底是中美的博弈啊 中美实力做对比啊 对不对 然后的话啊 中美谁实力强 谁说话算吗 结果呢 美国现在只能指望 日本韩国 菲律宾这些国家 那你觉得美国是能够有前途吗 而且最归根结底的一个问题就是 菲律宾 日本韩国 如果配合你美国啊 这个国家的经济往上走 国家的实力往上去走 国家的科技往上去走 国家的军事能力往上去走 那可能对不对 那咱们中国人要担心 结果呢 大家看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现象 韩国的经济会往上走吗 日本紧贴美国的话 日本的经济不受影响吗 菲律宾做出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 东盟会饶了他吗 跟中国的合作啊 将要面临一大堆的问题 那中国与东盟其他的国家 合作的话 不跟你菲律宾合作了 那你菲律宾将会面临什么样的结果呢 其实咱们都可以慢慢看下去啊 其实这就是中美博弈的一个方向 对不对 中美博弈 你看起来我在跟大家聊日本的新闻 归根结底聊的还是中美博弈啊 日本这些国家 韩国 菲律宾这些国家是问题吗 对不对 美国人觉得自己又可以了 那就可以吧 对不对 日本啊 想要啊 想要记忆 记忆要啊 配合美国 也想从中国这得利 归根结底 日本 虽然说啊 还算是走钢丝走的比较啊 悬 也算是走了那么几步 中国也给日本人面子啊 对不对 给这个青刚跟这个啊 日本的外相林芳正通了个电话 林芳正满世界哈 啊 青刚邀请我了 中国邀请我访华了 对不对 看起来给日本面子 但是的话 日本你跑不出啊 如来佛的手掌心呢 你再不面对历史 对不对 如果你损害了中国的利益 你就小心就行了 日本人知道这一点 但是的话 那你既然知道这一点 日本人就不会完完全全的倒向美国 那美国你怎么办 咱们就慢慢看吧 好吧 今天这期就聊到这了啊 感谢各位